路口號制一邊綠燈 幾輛車陸續往前開 穿深色上衣的行人 才走上斑馬線沒幾步 突然被一輛正要左轉的黑色轎車 當場撞飛 駕駛下的急踩煞車 但還是來不及了 警方立起三角追封鎖現場 這一車禍就發生在傍晚5點多 南港舊鑽路一段附近 被撞的是附近居民 離家不到100公尺 就除以外 好像就這樣 每天都這樣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有時候都去水果攤幫忙 魚攤幫忙 成縣老婦人高齡84歲 被這麼一撞 造成爐內出血 全身多處擦錯傷 陷入昏迷 情況非常不樂觀 經過9天搶救 在13號下午1點 還是宣告不至 當時這個婦人 就是要去這一座公園散步 而就當時的電視器畫面來看 他跟轎車都是同方向的綠燈 都是可以走的 而這個駕駛 他是跟警方解釋說 因為他被A住擋到了 所以轉彎的時候 才沒有看到婦人 儘管如此 造勢駕駛還是被一過世 致死罪送辦 這類型的意外頻頻發生 台灣道路交通 不僅被國人詬病 還被外媒嘲諷為行人地獄 為了洗刷這個臭名 交通部決定 若不禮讓行人要加重處罰 現在小型跟大型車的罰款 分別是2000跟2800元 出法後調高為3600元 興致最快3月底上路 只是除了調整規範 駕駛的禮讓意識 也得跟上才行 TVBS新聞陳一仁 吳宇亞台會報導